实现了六宝的任务 特别是前三宝 我们就会实现 今年中国经济正正的 特殊时期 要有特殊的政策 我们叫做放水养鱼 没有足够的水 鱼是活不了的 但如果泛滥了 就会形成泡沫 就会有人从中套利 鱼也养不成 还有人会浑水摸鱼 钱是可以生钱的 用之于民的钱 可以创造新的财富 涵养税源 使财政可持续 中国经济的稳定 稳住基本盘 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而且会为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坚长 实现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不论是抗击疫情 还是发展经济 都需要往外 同舟共济 使人类能够越过 这场巨浪的冲击 这是一次 前所未有的冲击 我们不可能轻车走熟路 只能是大车 行南路 各级政府都要过几个日子 绝不允许搞形式主义 干那些大手大脚 花钱的事 我们视台湾同胞 为手足 血 和女士 始终是重视台湾同胞的福祉 中国有9亿的劳动力 没有就业 那就只是9亿一张吃饭的口 有了就业 就是9亿双 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今年大学变身 创新高 达到874万人 我们要让它成为 不断线的风筝 今明两年都要提供 就业服务 中美关系这几十年来 风风雨 一方面合作前行 一方面客客盼盼 的确很复杂 这需要有智慧 去扩大我们的共同力 管控 分歧 矛盾 我们现在有 一亿两千万市场 他们就是青产 留住他们 就会赢到未来 中日韩都是信任 我们也愿意在 大循环当中 建立中日韩的小停款 各级政府 都要以人民利益 至上 以万家计划为重 每出一策 都要考虑 是否有利于千家万户 有利于民生 开放啊 对人来说 跟空气一样 虚拟不可 离 否则就窒息了 既然是合作嘛 就是共赢 独赢 是长不久 是独食 也是行不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